男人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女人一眼 就被美女用枪指着脑袋 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命扫黄泉 女人名叫希拉 是一名女Alpha 同时也是一名冷酷无情的女杀手 在格鲁市内战结束的第二年 霍尔斯岛成为了格鲁市的第一政党 特别成立了安同九处 开始四处搜查 以黑党为首的叛党分子 而希拉就是安同九处的副局长 这天 她接到了宴会厅 有黑党出现的情报 于是 带人快速搜查了宴会厅的可疑人物 此刻 她正一脸冷漠地 用枪指着眼前的男人 男人被吓得大声求饶 我不是黑党 我什么都不知道 希拉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冷冷地说道 有谁能证明你不是吗 毕竟我可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宁可错杀 也不可放过 突然 一个金发男从人群中冲了过来 试图逃离现场 不要却被士兵一把拽出头发 接着一个反手将他按倒在地 男人愤怒地挣扎着 大声便捷道 我不是黑党 我是格鲁士音乐学院的留学生 只是在这里兼职小提琴手 这时 希拉缓缓走到她面前 用脚尖抬起她的下巴 嘲讽地说道 小可怜 你母亲没教过你 一个Omega 要随身带好抑制剂吗 男人被迫抬起头 楚楚可怜地看着女人说道 对不起 我的抑制剂临时用完了 我真的不是黑党 我只是想避开人群 希拉检查了男人的钱包 发现了些有趣的东西 她蹲下身子 紧握住男人的手腕 眼神带着一丝细许 演奏者要保护好自己的手 不要总碰一些锋利的东西 知道吗 男人心虚地点了点头 男人名叫安泽 是黑党的一名间谍 目前以小提琴手的身份 潜伏在黎城音乐学院 代号叶音 她想不通 那个女人明明已经识破了她的身份 为什么还要放她了 夜里 一辆神秘的汽车停在街角 安泽上车后 愤怒地说道 我再重申一次 我的任务不是协助你们逃跑 如果再发生这种情况 我会亲自送你们上路 女人一出手 男人魂抖擞 本欲要逃走 却被灭了口 上级说道 安泽警告黑党成员 不要再给自己制造罚了 否则就会亲自杀了她了 两人被安泽的话 吓得冷汗直流 随即向她传达了新任务 情报显示 2月27日凌晨 安泽需要在北郊铁路编号1303号车厢 与情报员夏贤月街头 夏贤月是黑党潜伏在白党高层的情报人员 但是在三个月前失联 目前黑党对她的身份一无所知 只知道街头暗号为明日不变月 惊艳 上级命令安泽确认夏贤月的身份后 立刻向上线汇报 深夜 北郊铁路1303号车厢 男人正惬意地抽着香烟 这时 一个纤细的人影 从非暗中缓缓走出 再看清男人后 男人顿时被吓得脸色惨白 怎么是 话一刚落 女人便猛地扑向男人 接着一把掐出她的脖子说道 该惊讶的应该是我吧 夏贤月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 男人重重地倒在地上 这时 希拉似乎察觉到什么 她眼神犀利地回过头 而此刻 安泽正紧张地躲在车门外 心跳如雷 好像下一秒就要从胸口中蹦出来 女人警觉地走到门外 四处张望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画面一转 安泽突然闯进一间乐器店 焦急地对男人说道 我知道不应该这个时间来找你 本想等到明天再复命的 可是夏贤月死了 原来这家乐器店 是黑等情报员的接下来 店主赛德是安泽的圣先 他问安泽的身份有没有暴露 安泽摇了摇头说没有 昨晚我到达13030 那女人已经开枪了 就算情报泄露 那也是夏贤月那边暴露 赛德沉思道 夏贤月在白党内潜伏多年 不会发生这样低级的错误 你确定 他就是夏贤月吗 不确定 我还没来得及跟他断 不过既然那女人杀了他 那就代表他一定知道些情况 你要盯紧那个女人 一旦确定 夏贤月暴露并死亡的事实 就立刻逐掉他 小奶狗被女人强势壁咚在墙上 正当他以为自己 要失去初吻时 女人却突然放开了他 嘴角扬起一抹得意的心 上级说道 上线让安泽一旦确认夏贤月暴露 就立刻斩草重根 几天后 安泽来到宴会厅 一进门便被告知要更换表演曲目 他不解地问经理为什么 经理告诉他 因为晚上有宴会 所以需要更欢快的曲目 原来前些日子 希拉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黑党间谍 立了大功 因此 安统局和情报局的高层 今晚特意为他举行了庆功宴 此时 希拉正缓缓走下号车 在众人的簇拥下 希拉端着红酒 悠闲地坐在沙发上 这时 军情局处的科尔特 走上来奉承道 真不愧是希拉大人 虽然我们也将所有人都插了个遍 但是却丝毫没有发现 敢问希拉大人 是怎么确认对方身份的 告诉你 好让你抢工吗 我能坐上这个位置 自然有一些比你厉害的地方 所以 你还是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吧 接着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只留下男人在后面 气得咬他切齿 另一边 得知希拉也会出席那一刻 安泽立马在化妆间 精心打扮起来 这时 同事阴阳怪气地说道 哟 今天打扮得格外用心啊 你该不会以为他上次放过你 就是对你有意思吧 那女人虽然名义上是总统的养女 实际上只是因为 他们两人属性相同 不能结合罢了 要不然这么多年了 他身边怎么一个男人都没有 正当他滔滔不绝时 一把冷冰冰的枪 突然抵住他的后头手 男人顿时被吓得浑身僵硬 一动不动 大概是因为这些男人 太爱叫舌根吧 接着 他一巴掌还在男人背上 让他干净 此时 安泽似乎被他凌厉的眼神吓到了 便由希拉慢慢将他逼到角落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说道 害怕了 害怕的话就离我远一点 不过今天倒是很意外啊 我还以为你知道我要来 又会提前将抑制剂用光呢 安泽连忙解释 那天是意外 可话还没说完 希拉又靠近了些 温热的呼吸 奋勃在安泽脸上 安泽忽然感到一阵心慌 撑着身体的手 也渐渐感到无力 这女人不会真的对我 想到这里 男人脸上不经泛起一步红浴 正当他以为 希拉要强吻他时 他却只是用手指轻轻捕过他柔软的嘴唇 充满魅惑的在他耳边说道 我期待你的演奏 女人惨遭渣男陷害 不仅被夺走了家产 甚至还被投毒 险些命丧红权 上级说道 安泽被希拉壁东在强叫 正当他以为要被强吻时 希拉却放开他 称期待他的表演 随着音乐响起 进宫宴的气氛也被推向鼎鼎 官员们纷纷起身 向希拉道喜 这时 门口突然传来一阵骚乱 障形闯了进来 原本热闹的氛围瞬间凝固 人们面露恐慌 不知所措 男人摆出了惯用的官场姿态 拍了拍手掌说道 希拉 很抱歉 扫了你和大家的兴致 我来是为了黑党间谍 下贤阅的事 由于你无法正视情报来源 总统大人已经将这件事 交给我调查了 现在我合理地怀疑 你与黑党勾结杀人灭口 所以 你最好乖乖地配合我调查 除了上脚全部枪械崴 调查期间 你也不得离开 来底半步 这都是总统大人的命令 想必总统大人 是对你失望透顶了 才会这样安排吧 希拉却一脸从容 仿佛这一切都在她的欲望之中 既然父亲同意了调查 我自然会服从命令 话音刚落 她迅速掏出一把枪 对准男人的脑袋 眼神冰冷地看着男人说 虽然我会配合调查 但挑拨离间 可不是好习惯 杀多大人 人群中传来一阵阵吵吼的轻笑声 仿佛在暗指女人 因为过于心狠熟辣 可遭到暴灭 安泽呆呆地抱着小提琴 站在门口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这时 希拉突然伸手 俯过她的下巴 很遗憾 我可能听不了你的演奏 不久后 传来希拉被软禁在 自己腹底的消息 男人不仅把希拉的家产 都搬空了 就连食物都下了毒 甚至不让任何人 靠近她的腹底 明白着 是要将希拉置于死地 夜里 希拉独自坐在窗边 陷入沉思 这时 一阵美妙的音乐声传来 打断了她的思绪 她推开窗一看 只见安泽正站在她家楼下 深情地演奏小提琴 这时 安泽抬起头 目光直直地 落在对面那个 闪闪发光的女人身上 月光清晰在希拉身上 映衬出 她那绝美的脸庞 和动人的眼神 女人上一秒 还在和男人耳并撕磨 下一秒 就要送她去见阎王 上集说到 安泽于深夜来到希拉楼下 为她演奏小提琴曲 您说想听我的演奏 但您一直没来 所以我 然而还没等她说完 便引来了附近的守卫 他们顿时如临大敌 说要将安泽抓到安统局审讯 情急之下 安泽直视着希拉 眼神坚定地说道 直到希拉大人 洗清嫌疑之前 我愿意陪她一起经历 守卫们面面相去 最后同意了安泽的请求 并收缴了 她所有的随身物品 看着安泽坚定的模样 希拉忍不住提醒道 什么时候 能恢复自由可说不准 也许 你会直接死在这里 这样也没关系 安泽眼神真挚地看着她 我只想陪着你 而安泽之所以要一身犯险 接近希拉 是因为一周前 她拿到希拉的个人资料 资料显示 五年前她曾卖起求荣 杀死了有黑党嫌疑的姐姐 并救下总统 从此被总统收养 取名为希拉 一直从事反间谍工作 领导九处行动 迫害了许多意义分底 其中 黑党首当其冲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柜子 同样在一周前 希拉也掌握了安泽的身体 她表面上是小提琴专业的留学生 实际上 却是各方面都无懈可击的黑党间谍 擅长近身格斗 射击等等 希拉将她留在身边 只是想掉出藏在她身后的袋 守卫们对安泽进行了严格的搜身 从头到脚都不放过 这时 希拉走上前说道 差不多得了 下面我会亲自检查 随后她一个猛扑 将安泽推倒在桌子上 顺势解开她的皮带 起身之际 在安泽脸上留下轻轻一吻 她掰过安泽的下巴 正对着自己 眼里闪烁着冷光说道 怕了吗 现在晚了 没有 我只是担心你 你没听过我的传说吗 我不需要吃东西 我杀人一血 话音刚落 她迅速用皮带 勒住安泽的脖子 仿佛要透过安泽的双眼 直打她的领 眼神凶狠地问道 说 谁派你来的 男孩子们在外面 要保护好自己 因为你不知道 会遇到什么样的色谱 上集说道 希拉死死勒住 安泽的脖子 眼神犀利地问道 说 是谁派你来的 不肯说实话 那就没有必要再说话 她用力收紧手上的皮带 安泽瞬间觉得呼吸困难 整个肺部 好像要爆炸了一样 她竭尽全力 断断续续地 从喉咙里吐出几个字 是沙朵大人派我来的 在您被带走的那天 沙朵大人找上了我 她得知 我是格鲁士音乐学院的留学生 平日里一直靠演奏补贴学费 所以就派你来试探我 如你所见 我现在可是一无所有 恐怕无法为你带来太大的礼 不是的 是沙朵大人污蔑我与黑党勾结 除非我帮她做眼线 否则就要将我抓起来 她和守卫通了气 所以我才能顺利潜伏进来 竟然用如此拙劣的方式来试探我 她敢教 你也敢信 看来你对自己很有自信啊 敢这样直白地告诉我 不怕沙朵对你出手吗 说 你到底来这里做什么 我想抓住这次靠近您的机会 毕竟您身边太多优秀的人了 我希望能得到您的青睐 被您喜欢 既然如此 那你今晚就留下来吧 我会让你知道 得罪我的厉害 她将安泽双手捆绑 扔在了床上 正当她准备对安泽动手时 男人却害怕了 怎么了 你不是说你不害怕吗 现在知道后悔了 安泽心里咯噔了一下 糟糕 这女人不会是认真的吧 她竟然用信息诉压制我 再这样下去 就完蛋了 与其在这坐以待毙 不如趁现在就杀了她 女人本想在男友面前大秀厨艺 却没想到 做成了黑暗料理 差点将人送走 上集说到 安泽被双手捆绑扔在床上 正当她准备反击时 不料希拉却突然扑倒在她身上 原来几天没吃东西的希拉 此刻已经饿得不行了 她起身来到楼下 准备大秀厨艺 看着她那慌慌张张的架势 安泽一脸黑线 还说什么不吃东西 杀人允许 实际上却是个 不择不扣的厨艺白痴 眼见她又要往锅里 加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安泽赶忙阻止 可还是迟了一步 看着眼前这些不明物理 安泽无奈叹了口气 然后挽起袖子 开始下厨 片刻后 一份秀色可餐的食物 摆在希拉面前 简直给希拉尝哭了 看希拉吃得津津有味 安泽心中暗息 虽然每天都有新鲜的食材送来 但希拉却不会出路 或许她可以抓住这次机会 在饮食上完全掌控它 于是她对希拉说 我会写简单的料理 如果您相信我的话 可以让我负责您的三餐 希拉充满细血地看着她 你就这么想讨好我吗 可惜啊 我对你没兴趣 玩玩还行 但我不想对任何男人负责 特别是劫范 所以这段时间 你就好好做我的难骨 暗示做饭打扫就够了 之前庸人住的地方 现在你可以一个人独占 安泽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希拉无情打断 仆人最重要的是听话 否则我不介意把你扔出去 就这样 安泽每天负责希拉的餐食 昨晚安泽趁机将整栋楼翻遍了 却一无所获 看来想要获得情报 还是得进入她的卧室 这时 希拉的话让她回过神来 怎么了 你没睡好吗 没有哪个告白悲剧的男子 能在晚上安然入睡 我仔细思考过了 我喜欢您是我的事 您不需要对此负责 他轻轻牵起希拉的手 虔诚地吻在手背上 就让我单方面为您服务 可以吗 希拉一把抓过他的头发 迫使安泽抬头面对他 既然如此 那我就试试吧 为了甩开前男友 女人竟主动吻上男人 不仅在他身上留下了自己的印章 甚至还说要嫁给他 上集说道 面对安泽的一番剖白 希拉笑着说道 好啊 那我们就试试吧 这话顿时让安泽瞪大了眼睛 在这里吗 现在不太合适吧 不如等到晚上 我去您房间 还没等他说完 希拉就一脚揣在安泽胸口上 眼神冰冷地看着他 你好像忘记了 我昨天说的话 面对圣怒的希拉 安泽只好低下头道歉 片刻后 安泽来到厨房 心想 这个女人除了一日三餐下楼 平时都在卧室 那里肯定藏着什么 既然饮诱无效 那就只能用点狠招了 午餐后 希拉一直不舒服 她虚弱地躺在床上 安泽细心地给他喂了水 同时四处打量着房间 她发现 洗手间旁边竟然有间书房 于是她借口出去 帮希拉拿毛巾 起身来到洗手间 她四处摸索了一番 却没发现任何一场 正当她拿着毛巾 准备返回时 却看到希拉已经倒在床上 她满头大汗 就连呼吸也变得有些困难 安泽顿时慌了神 怎么会这样 她明明只放了一点点 不至于危及生命 怎么会变得如此严重 眼见希拉的情况越来越糟糕 她赶紧叫来医生 医生表示 要帮病人换掉湿衣服 让他们暂时回避下 门刚要关上 却被沙夺一把拦住 禁闭期间 我不能让她与外人共处一室 医生却一脸严肃地看着她 要么给我十分钟 要么就让她死 无奈之下 沙夺只好放了手 她将满腔怒火 撒在安泽身上 我还以为你已经转正成功了呢 没想到连卧室都进不去 真是窝囊 我不需要没用的东西 片刻后 医生松了口气 希拉大人的身体 已经没有大碍了 我会每天派助手将要送过来 既然如此 那我就把这个 有下毒嫌疑的小子 带去九处了 就在侍卫准备动手时 希拉却出言阻止 谁让你带我的人走了 她一把拽过安泽的手 用力将她拉到自己身旁 然后深深地吻了上去 冷夜女杀手 竟要求男人为她沐浴 男人小心翼翼地遵从 可她眼里却带着一丝 不易察觉的温柔 令男人心神摇曳 这刹那的温柔 究竟是真情还是陷阱 上集说到 就在安泽要被带走时 希拉挺身而出 紧紧扣住她的手腕 随即深情地吻了上去 她轻轻附上安泽 羞红的脸颊 眼里满是柔情地看着她 仿佛他们真的是一对 身陷爱河的情侣 接着希拉声音冷烈地 对众人说道 谁说是下毒了 我只是吃了 没有熟透的食物 你也知道 我不太会做饭 这也怪不到别人头上吧 好吧 看来是我多管闲事了 那就祝您早日康复 众人离开后 希拉让安泽扶她到浴室 一进门 希拉就开始毫无顾忌地脱衣服 安泽只能红着脸撇过一边 这时 希拉要求安泽给她洗头 看着希拉苍白的脸色 安泽心生愧疚 对不起 是我的失误 希拉伸手温柔地俯过安泽的脸颊 我知道你不是真的想害我 不然完全可以给我吃 每天送进来的食物 她希望安泽能清楚地认识到 她是一个朝不保夕的亡命之徒 倘若与她毫无瓜葛 那么她还可以向杀夺妖宫 同获自由 但如果自己标记了她 她一生都要依赖自己的性稀疏而活 自己死后她该怎么办 每日被性稀疏折磨 或者割去腺体生理受损 到那时她还能继续演奏吗 她欣赏安泽的才华 才不愿安泽把美好的未来堵在她身上 听完希拉这一番话 安泽的心动摇了 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说这些 仿佛真的喜欢我是的 经历了今天的这一系列变故 又伺候完希拉沐浴后 安泽疲惫不堪 守在希拉床边沉沉睡去 然而 此时的希拉却早已清醒 脸色哪还有半分病态 原来 今天这场病不过是希拉 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甚至连医生都在配合她的表演 看着安泽熟睡的脸庞 希拉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笑意 既然你都心甘情愿地送上门来 我又怎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呢 你说是吧 小叶英 羽人撞见男人在自己房间翻箱头柜 四目相对之时 男人心跳如雷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羽人不仅没有揭发她 反而还帮她掩护 隐藏在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自上次希拉中毒后 安泽做菜变得格外小心 这天 她将精心准备的食物端到希拉面前说道 这次保证熟了 你可以 可还没等她说完 希拉就吃了起来 你的手艺真是越来越好了 随后 她的手轻轻抚过安泽的脸庞 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希拉的呼吸抚过安泽的脸 让她心跳加速 安泽忽然想起上次那个不经意的吻 她的脸更是红得像个苹果 她羞涩地注视着希拉 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期待 然而下一秒 希拉的话却让安泽的期待瞬间落空 她指着安泽的衣服说道 这里起球了 而且扣子也有些脱线 你过来时没有带其他衣服吧 我找罗比帮你定制一套吧 你先下去吧 我吃完了叫你 安泽有些失落 她心烦意乱地走下楼 不明白自己到底在期待什么 那天的吻不过是逢场作戏 为了在沙多那里保下她而已 现在最重要的是任务 随后她端了杯热牛奶 借机进入希拉房间 趁着希拉洗澡之际 她赶紧溜进书房 希望能找到一些有用的情报 然而 她发现里面摆放的 都是希拉的私人物品 而且在禁闭之前 沙多已经彻底搜查过这里 不太可能有遗漏的重要文件 正当她有些失望时 她的目光落在了旁边的唱片上 她拿出来一看 竟然都是她早年的唱片 就在她震惊之余 突然 一个冰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你在这里做什么 安泽回头一看 希拉不知何时已经站在她身后 眼中带着一丝疑惑和解体 四目相对的那一刻 安泽心跳加速 她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要跳出来 完了 她该怎么解释 这回她说什么希拉都不会信了吧 然而 出乎意料的是 希拉并没有责备她 反而为她掩饰道 你是在帮我收拾书房吗 希拉并没有责任